有那里头还有熊 好像这个人都没看过 欢迎在此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 2月28日 上海消息显示 当地一男子近日辞到进入徐惠 余德饭堂田林分店 将该饭店的厨师当场同死 同时一位女服务员也一并送走了 并附上了相关现场视频 由于平台限制经过编辑 有关此事 当地人士反馈提到 死的厨子和女服务员有着特殊关系 那个犯法的是女服务员的老公 他发现了那个女服务员和厨子乱搞 想不开 就打算把两人给捅了 然后自我了断 有关此事 中国的媒体平台 百度上标题名为 上海徐慧期犯唐青杀案 两名员工 意害凶手身份及动机 曾调查重点 文中提到2024年2月26日上午 上海市徐慧期 田宁东路的宜德范堂田宁殿内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情杀案 目击者可寄请者描述提到 凶手是已信死者的丈夫 已当天上午八时许 持刀进入范堂 对两名受害者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警方可120救护车迅速到现场 但遗憾的是两名受害者已经失去了生命反应 有关此事 中国的国家媒体央官网官方微博发文提到 2月26日网传上海市徐慧期 一范堂发生凶案 造成二人死亡 27日上午 当地有关部门称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上海市徐慧期 田宁东路的 于德范堂田宁殿 前有拉邮警戒线 不少人在警戒线外围观 附近路边停有 一辆120救护车 有网友称 26日上午 该范堂发生一起凶杀案 一人当场死亡 一人被抬上救护车 警方和120赶到现场时 两人均已没有声明体征 凶手自杀为谁 被拉网 一页抢救 这些有关于德范堂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地址为 上海市徐慧期 田宁东路411弄8号 领导